学生们大家好 之前呢我们学习了一些react的基础语法 这节课呢我们围绕react衍生出一些对于react的思考 首先呢我们来看react是生命式的开发方式 那这块呢与之对应的是一种命令式的开发方式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之前我们在写gQuery代码的时候 都是直接来操作dom 直接操作dom的这种编程方式呢 我们把它叫做命令式的编程 也就是我要创建一个页面 我要一点点的告诉dom 你要怎么去挂载 你要怎么去做 这种编程方式我们叫做命令式的编程 那之前呢我们写gQuery也好 写原生也好 大家呢看一下自己写的代码 你会发现呀 这种命令式的编程里面 我们会有60%到70%的代码 都是在做dom的操作 那生命式的代码是什么样的样子呢 其实react就是一个生命式的开发 那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 假设我去盖一栋楼 大家把这个楼理解成一个网页的话 以前我们去用命令式的开发 也就是gQuery这种开发的时候 你需要告诉我这栋楼 我一步一步要怎么去盖 你要先盖什么再盖什么 每一步你都要去关心 那么react不是这样的 react是面向数据来编程的 我呢只要把数据构建好了就可以了 react会帮助你自动的根据这个数据 去构建这个网站 你也可以把这个数据理解成一个图纸 当你把图纸做好了之后 react会自动的结合这张图纸 帮助你去构建这个大厦 或者帮助你去构建整个页面的dom 这种生命式的开发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节约掉 大量的dom操作的代码 所以这是react编程带来的第一个优势 那么再看看 react编程的过程之中啊 其实我们写react的代码 可以同时用gQuery 或者用其他AnglaView这样的框架 这些框架可以完美的并存 那怎么做到这些框架公共使用 react不去影响其他框架的代码呢 打开我们的代码 在index.js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啊 to do list我把它挂载到了哪里去 我把它挂载到了id等于root的这个dom节点下 我打开public目录下的index.html 这里呢有一个id等于root的标签 那是什么意思 react的入口文件 或者说整个react的项目 它只去管理哪一部分页面的代码呢 只去管理id等于root的这个div标签里的各种各样的dom的渲染 如果你在这写一个div 里面写任何的东西 比如说写span abc 我们能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到网件上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 abc显示在下面 你输入ab 依然好用 删除也是ok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react只去负责id等于root这个dom的渲染 下面的这些dom和react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大家呢可以再引入gQuery来操作下面的这些dom 你只要不去操作id等于root下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gQuery和react是可以完美的共存的 每一个库只管理自己对应的dom 它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react不会去影响外部 当然你要做到gQuery不会影响react react的开发是一个组件式的开发 这点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那讲到这儿呢 我们再做一些之前内容的一些复习 比如说组件怎么去定义 我们通过class继承react.component来定义组件 那我们说如何区分页面上的内容 它是一个组件还是一个元素呢 这点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打开代码 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然后我们打开todolist 大家来看 在一个gsx的语法之中 普通的标签长成这样 它的开头字母是小写的 一般呢它都是一些h5类似的标签 那么组件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往下看 组件长成一个手字母大写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大家呢 以后再看到这个手字母大写的东西 一定要记得 它就是一个组件 然后我们再来说 组件它整个应用之中呢 应该是一个竖状的一个结构 那组件之间的传值 副组件通过属性向子组件传值 那子组件想操作副组件的数据 怎么办呢 首先你需要通过副组件 向子组件传递一个方法 子组件呢 去调用这个方法 间接的来操作副组件的这种数据 从而实现子组件和副组件的一个通信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是在面试过程中 大家一般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问你 react之中如何做副子组件的通信 那副组件向子组件传值 子组件就可以接收到副组件的值了 那同样子组件要想传值给副组件怎么办 它都要用副组件传递过来的一个方法 这个大家要反复的强化 把它弄得非常熟练 回过来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react的一些内容 react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单向数据流 那什么叫做单向数据流呢 我们再来看 我的副组件是to-do-list 我向子组件传递内容的时候 传了一个什么呢 contentindex 有的同学说 当你在做删除的时候 不就是要改副组件的这个list数据吗 那你直接把list传递给子组件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子组件就能接收这个list 它直接去改变这个list不行吗 这个想法是一个很正确的想法 你这么想说明你有自己的思考 但是react里面坚决不要这么做 之所以不要这么做的原因就是 react里面要求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有一个单向数据流的概念 是什么呢 副组件可以向子组件传递内容 包括你刚才这么写 大家来看 你是传一个list给子组件都是可以的 副组件允许你往子组件传值 但是子组件你只能去使用这个值 你绝对不能去改变这个值 如果一旦你改变了 其实react会报一个错误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试验一下 刚才我已经在副组件里 向子组件传了一个list 那假设我在这里 当你被点击的时候 我就list.props.list 等于一个空数组 我尝试去改变props里面的数据 大家来看 刷新 ABCOK 当我点删除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就报错了 Countassign to readonly property 什么意思呢 list是一个止读的属性 这就是react里面 单向数据流的一个概念 是副组件可以向子组件传值 但是子组件一定不能直接的去改变这个值 我只能单向的给你传递 但是你不能反驳来给我修改 这点大家要记得 好 我把它去掉 那么之所以react要做这种单向数据流呢 实际上是为了我们测试起来 或者说开发起来方便 不容易遇到坑 我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一个副组件里面 有五个子组件 除了totoitem呢 还会有五个小的其他的组件 我随便来写一下 a bcd 我呢可以把这个list 传递给这五个数据 我都写一下 这五个组件呢 都会接收到list这个参数 假设react没有单向数据流 你在这里改了一个list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你删了list之后 其他五个组件的这个list 因为它都是一个内容 所以其他四个组件 也会跟着list的变化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 一旦页面出现了bug 那这个bug呢 我们怎么去定位呢 就不太好定位了 list被很多个组件所共用 那到底是哪个组件 改了list导致页面上的问题呢 你就要每一个组件里面去看 哪里改了list 哪里改了list 这样的话 你代码调试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react说 我要有单向数据流这个概念 只允许副组件向子组件传递数据 但是子组件绝对不能修改 副组件传的数据 那如果你就是想修改 怎么办 之前我们是怎么办的 在这来看 我们是让副组件 传递给子组件一个方法 我们传的这个方法 叫做deleteitem 在子组件里面 去调用副组件传递过来的方法 然后去做删除 实际上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下 你子组件去删除副组件的内容 是谁删除的 其实是你子组件 掉副组件的方法 最终还是由副组件的方法 来对自己的数据进行改变的 这样的话 我们维护起来代码就比较容易了 一旦代码出了问题 比如说这个副组件里的list数据有问题 那么所有相关于list数据的操作 都在这一个组件里进行操作 它不会被它的子组件所操作 这样的话 我们维护代码就方便多了 所以单向数据流的概念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也要有所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react是一个视图层的框架 那么什么是视图层的框架呢 或者说react 为什么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大型的框架 它只是一个视图层的框架呢 大家知道啊 负责组件可以通过属性的形式传值 那么假设我的一个项目极其的复杂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当我们真正在项目之中呢 去用react写代码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啊 真正的项目可不像todolist这么简单 它会有很多的组件 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组件数 假设我的这个低层的组件 大家要看我的鼠标啊 我的低层的组件 想和第二层的组件通信 有没有问题 没有任何的问题 副组件通过属性向子组件传值 子组件通过方法 反过来去调用副组件的一些数据 去改变副组件的一些数据 都是OK的 但是假设出现了这种情况 假设我紫色的这个组件 想和这个位置上灰色的组件进行通信 你该怎么通信 这个时候就麻烦得很了 首先子组件呢 要先调用它的副组件的方法 把它的数据呢 传给它的副组件 接着呢 继续往上层 它的副组件呢 再往上找一层组件 再调用它副组件的 副组件的这个方法 把数据传给它的爷爷组件 紧接着呢 一样的 你再要把这个数据传给 更上一层的组件 传到最顶层组件之后呢 再通过属性的形式 往下去传 传到第二层的右侧的这个组件 再通过属性的形式去传 传到你想通信的这个组件里面 如果呢 这样的形式 进行数据的传值 那我们在做大型项目的时候 就要封掉了 你每一层的这个组件里面 大多数的代码 都是在做这种 数据的传值的话 很多代码都是冗余的 本来我只是这两个组件进行通信 结果中间这个链路上的所有的组件 都需要参与到这个值的传递之中 就很麻烦 所以呢 在做大型项目的时候 我们光用react是不行的 我们还要配合一些数据层的框架 帮我们解决react之中 组件之间的复杂传值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react就把自身定义为一个 视图层的框架 我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 我只帮助你解决数据和页面 渲染上的一些东西 至于组件之间怎么传值 我并不负责 我交给其他组件来做 在小型项目中 光靠react就可以 比如说to do list 它只有两层的组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借助react内部的传值机制 就可以了 那在大型项目里面呢 react单单来使用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 比如说flux redux mobiles 这样的数据层框架 来辅助我们的开发 那讲到这儿呢 大家就应该理解了 为什么react把自己 称之为一个视图层的框架 而不是一个大型的 完整的框架 我们再来看一下 react之中的函数式编程 打开之前的代码 咱们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去编写react代码的时候呢 其实写的都是一个个函数 construct render 下面呢 get to do item 它都是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的这种写法 react的函数式编程呢 带来了几个好处 首先呢 维护起来比较容易 当一个函数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可以进行拆分 每一个函数各司其值 这是呢 最基础的一个优势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我们现在呢 在前端界里面 有一个叫做面向测试的开发流程 什么意思呢 很多前端的项目 现在已经引入了自动化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在做前端自动化测试的时候 如果你的一个项目之中 代码的组成都是由一个个函数组成的话 那么在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进行测试 我只需要给函数一个数值 看一下它的输出是否符合我的预期 我就能知道这个函数是否运行的正确 它给前端自动化测试带来了很大的辩解性 这也是react函数式编程的一个优势 说到函数式编程呢 大家理解到这里 其实也就OK了 好 那么这节课呢 主要就给大家围绕react讲解了一些 有关于react的一些概念和一些关于概念上的思考 声明式开发 使得我们可以减少大量DOM操作的代码量 然后react可以和其他框架并存 没问题 组件化 单向数据流 副组件可以往子组件传数据 但是子组件绝对不能改变这个数据 试图层的框架呢 我们说react在处理大型项目的时候 光用它不够用 我们只能用它去搭建仕图 但是做组件之间传值的时候 我们还要引入比如说flux redux这样的数据层框架 来做额外的支撑 函数式编程带来的好处就是 我们用react写出来的项目 更容易实现前端自动化测试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加油